Chinese by Chinese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by Chinese 大家好 我是专栏作家萧瑶 今天我和马林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五妈式教育的利语弊 说好的教育就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呢 如果学校已经变得和灵魂教育无关 只是个培训技术控的地方 那我宁愿让孩子当个食材控 也不想让他当个写套路作文控 这个培训技术控是什么意思呀 培训技术控就是着迷于培养 沉迷于技术的人才的地方 就是那种疯狂的着迷于某一种技术的这种人 对 是吧 然后培训这种人的地方 对 那食材控呢 食材控其实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 就像吃货一样 就是着迷于食材的这种人 对 是吧 是的 那这个套路作文控是什么意思呀 套路作文控呢 就是着迷于应付考试 来专门写应对考试的作文 对对对 这个控呢 就是说着迷于什么什么 对 其实这些控有好的有坏的是吧 是的 那难怪做妈妈的都会左右为难啊 对 这个如果让孩子变成一个套路作文控了 就很想去找老师理论 但是呢 又会担心孩子被穿小鞋 在任期磨时 孩子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以及穿小鞋之间呢 我觉得我会娶后者 我会去找老师交涉 我宁可让孩子穿小鞋 我会陪笑给老师说 哎呀 这个作文嘛 多写几遍是小 但是伤了孩子的兴趣 事情就大了 我不要求这个孩子得十分 他得六分就成了 哦 那为什么要能得十分的话 为什么只要得六分呢 嗯 因为呢 我觉得得十分也不能以孩子 再也不能说真话为代价呀 他写的多了 就是都说的是假话了呀 那可真虐心呀 是是是 反正呢 做妈妈嘛 总有一种难 大多数的妈妈都会狭路相逢 必无可避 这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狭路相逢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两个人在很窄的路上走 迎头撞上 无可回避了 哦 就是不想见也得见 不想碰见也得碰见 明白了 撞车的意思啊 哦 撞车 懂了 反正嘛 我们周围总会有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对对对 就是说呢 别人家很优秀的那种孩子 总是比我们家孩子好的那种孩子 他就统称为别人家的孩子 成了一种说法了 明白了 要说别人 他就不是一个特质谁家的孩子了 对对 就是统称优秀的小孩 反正你在意不在意呀 这些优秀的小孩 他都会存在在那里 没办法 很扎心的啊 小学的时候呀 我们班就有三类人 一类呢 我们称之为仙人 哦 仙人是什么 就是那种 看各种高端怪书的奇葩 哦 比如说卡尔维诺的 宇宙齐去全集 哦 这本书很难的 对 我看 现在看我都很难理解 哦 是是是 到现在我都看不太懂呢 没错 第二类呢 我们叫他们是玩人 哦 什么是玩人呀 玩人呀 这种人会跳舞 会唱歌 会主持节目 会各种乐器 哦 而且奥数好 英语好 钢琴八级 好厉害啊 就是全能型人才 对对对 全能全能 对 还有一种呀 他这种人 他没有 啥都没办法当 既不能当仙人 也不能当玩人 就只能当一个井货 是是是 什么是井货啊 井货 井字怎么写啊 横竖都是啊 对对对 哦 这样子 很有意思啊 哎呀 无论是仙人 还是玩人 都属于素质教育 是吧 妈妈们实在是为难呀 大不了 还有井货可当 是吧 对 但是这个学校呢 它会有 很多很多的验收啊 让你没有办法 无视的 是 上一年级呢 就会有拼音验收 对 二年级呢 又有古诗词验收啊 上了三年级啊 又有茶字典验收啊 四年级成语验收 五年级作文验收 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也要验收我们的这些 对 各种学习的成果 是是是是 每一轮验收呢 这个家长都如临大敌 嗯 验收完了呢 比小孩还紧张 家长们嘛 都会在群里啊 现在都有家长群嘛 对 会很很 入戏的这个讨论 哎呀 我家孩子错了几个几个 我家孩子空了几个几个 哎呀 选A还是选B 哎呀 家长比孩子还要 还要用功啊 嗯 还要入戏 这个孩子呢 每一点错误 都对他的娘亲的心灵 造成一万点暴击 这个一万点暴击 是什么 他是说 嗯 这个妈妈的心里面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因为自己的孩子空了一个 没填 错了几个 成绩不好 给自己打击太大 对对对 嗯 妈妈们都非常重视 孩子们的成绩嘛 对 还有一种呢 不能承受的难 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残酷的现实啊 嗯 是什么呢 哎 就是您的孩子 他不是那个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 嗯 天之骄子 就是天下最骄傲的人 就是被上帝宠幸的那个人 那他一定非常非常优秀 对对对 他很有运气的这个人 哦 对 然后我举个例子哈 好 我的一个朋友家的小孩呢 上初中了 嗯 每一次孩子都汇报自己月考分数的时候 这个我的朋友都强作镇定 哦 然后他有巨大的失望呀 在心里面弥漫啊 嗯 嗯 他心想孩子该报的陪优班也报了呀 该熬的业也都熬了呀 该写的作业一项也没漏呀 哎呀 这个娃的成绩呢 为什么会像股市一样 熊了还能再熊啊 这是什么比喻啊 熊啊 就是指失败的意思 低迷的意思 就是说呢 一直失败 总是低迷 他成绩越来越低 越来越差 总是很差 明白了 难得建一次牛市 哦 这个牛市其实就是挣钱的行情 股市上面挣钱的行情 熊市呢 就是股市上面赔钱的这个行情 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成绩就像行情一样 忽高忽低 对对对 他总是低 他就从没高过 明白了 嗯 叫这个当家长的该怎么说呢 哦 所以呢 我这个朋友他只好安慰他家的这个孩子 嗯 他说 哎 你妈妈初中物理还考过九分呢 啊 满分一百啊 这问题啊 嗯 但是最后这个妈妈还考上了人大博士了 哎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何况这当年的房价还两位数呢 现在房价都四位数 嗯 想想都焦躁 对对对 是是是 那时候房价就是 哎 最多一千块钱吧 还有几百块钱呢 对 现在就上万了 上万了 嗯 哎呀 再说了 这个学习啊 还是一个长期的事 一次考试能说明啥嘞 可是如果次次都考得烂怎么办呢 哎 这个问题还是别想了 哎 哎就是就是 那就装佛系吧 嗯 就是只能给孩子说 哦 我不会为了成绩怪你 考试呢 又代表不了整个生活 只是你考不好啊 好像有点影响自信心啊 这一点很不好 不过 哎 如果你自己无所谓 这好像又说到死胡同里去了 对对对 如果真无所谓了 还上学干嘛呀 嗯 真的是为了人多取暖去了吗 即便是取暖去了 如果总考不好 同学都拿冷眼看你 那不是更冷啊 是是是 所以呢 我这个朋友 他只好打断话头 他从另一个角度继续扯 嗯 他给孩子说 哎 也许不是你太弱了 是对手都太强大了 啊 这样说明明显的三观不正吧 是是是 其实呢 说这么多呀 都是在安慰自己了 他家小朋友呢 很用心的听着 但是这个神情啊 并没有放松啊 那肯定呀 嗯 一个没考好的学生 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 自己都觉得少了点 是吗 哎 这个 坏学生的妈妈呀 还要装作 不管你考多少 妈妈都爱你的样子 哎呀 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装了 都在演戏 嗯 对对对 A lot of students of ChinesePod tell us while they love to speak and listen to Mandarin they are a bit intimidated to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in i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s why we created the 66character series Try it and see for yourself 等娃上了高中呀 生活能自理了 精神也基本能独立了 不再受制于老师 把一个错字超五百遍 也不再被迫当个验收控 甚至可以心安理得的 当一个紧惑了 这时候娘亲们是不是就以为 终于不用为难了呀 啊 这个心安理得是吧 对呀 我解释一下这个心安理得的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想当然的 哎 很放心的 啊 就当一个警惑了 是吧 对 嗯 哎 其实这个呢 也是未必呀 我这个朋友说呢 说是 呃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叫阿美 他说 现在看到他的这个 进入了青春期的 这个大儿子啊 Tinager 他真心啊 有一个黑魔法 黑魔法 这个说法好酷啊 哦 好酷啊 就是想把他这个孩子呢 变到乖乖的小时候啊 就像一个魔法箱一样 让他进去 出来以后又变小了啊 重新让他再长大一回 因为呢 这个上高中的儿子 很难正常沟通啊 即便说话也会陷入尴尬 这边呢 话题刚热腾腾的出口了 那边呢 孩子就冷冰冰的给你怼回来了 哎 不管什么时候呢 只要这个阿美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架势 这个得到的呢 就会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 这这个形容有点冲突吧 这个 这是一个网络用语啊 就是既尴尬呢 又又又又又不失礼貌 不想让对方觉得尴尬 啊 是是 其实是一种很嘲讽的微笑 明白了 是啊 这个现在的孩子们 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 有无数的公众号和软件 争着抢着给你娃当爹当妈 当教父当人生导师 对对对 这手机一划了 啥都知道了 是啊 嗯 孩子们能够陪你老人家说会话 已经是很孝顺 很有耐心了 是啊 可是这你做家长的也长点心吧 嗯 要知道孩子跟你聊天的前提 是你得绕 绕开数不清的雷区 嗯 不要问穿没穿秋裤 什么叫 为什么说穿秋裤呢 就是不要问那些 明知道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明知顾问 对对对 然后问一些很没有必要的琐事 对对对 嗯 然后呢 不要呀 看在孩子 在孩子脸色已经不好的情况下 还没眼色的去打听考试的成绩 不要总追着一米八的大儿子问 你吃饱了没呀 哦 是是是 最重要的是聊啥都行 千万别讲道理 嗯 就是的 这 这个呀 就像公司白领的吐槽一样 再苦再累也不怕 就怕被老板强贯世界观 哎呀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呀 什么是世界观呢 世界观就是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哦 这样 没错 哎呀 有那个有一个说法叫毒鸡汤啊 嗯 毒鸡汤提醒你啊 所有命运给的所有的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那你就得时刻准备着买单啊 嗯 这个鸡汤嘛 就是就是很有营养的啊 这个毒鸡汤呢 其实就是一种 以讽刺的意味来给你讲道 对对对 和黑魔法一样 嗯 这个当妈妈的呀 在家呢 跟不好好吃饭的孩子啊 斗智斗勇 嗯 孩子上学了呢 这个妈妈又要买学区房 刚站稳脚跟的呢 转身呢 这个妈妈又要跟什么培训 培优班啊 兴趣班呀 各种月考 模考 校考 同考 战斗了 哎呀 这个说法太乱了 这 这数着数着我都数不过来了 嗯 这个培优班呢 其实它是一种学习班 辅导班 兴趣班呢 它只针对素质教育的 它叫兴趣班 嗯 然后这个 比如说呢 学钢琴呀 学游泳 你说这叫什么班 这个应该就是兴趣班 啊 对对对 那我们平常学奥数叫什么班 这些就是培优班 哎 对对对 因为它牵扯到你的在校的成绩 对对对 就是在校的成绩啊 这个各种考试 月考 就是每个月的考试 模考就是模拟考试 校考就是学校的考试 同考就是州考试 或者是省考试 国家考试 统一一起考 许多学校一块考试 对对对 它这跟着这么多这么多的考试要战斗啊 我发现呀 有个奇怪的现象 嗯 是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呀 嗯 消费对于青春期却是个空白 对呀 本该看上去活泼美丽的少男少女们呀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他们看着都目光呆滞 焦虑不安 哎呀 是啊 是啊 就对青少年来说 时间太紧张了 休闲乃至休息都太奢侈 连臭美都是浪费时间 呀 是啊 是啊 这个青少年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teenager呢 他的主要的任务呢 都是学习 考试 对 我们 我们现在的这青少年 现在的努力呢 都决定了成年以后呢 出于什么样的阶层 参加什么档次的party 消费什么档次的商品 哎 对呀 也许有时候 我们过于执着于高效率 不是害怕时间的流逝 只是太过在意这些 用时间能够换取多少东西 有句话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哎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 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得要努力 才能够最终换取成功 哦 在我们中国呢 成功的意义 其实就是拥有权力 就是人上人 是吧 对 这个成功啊 太单一了 是的 所以使得这种努力 奋斗 这些挺好的词 都沾染上了那些功利色彩 对对对 努力奋斗 本来是挺好的词啊 对 哎 尽管我们都知道呢 为了提高学习成绩 疯狂熬夜呀 对于这个身体健康的巨大消耗 很不值得呀 是 非常的伤身体 哎 可是挡不住呢 所有针对青少年的励志宣传啊 都是这个 从古代的 说是头悬梁 追刺骨 这个说法 啊 头悬梁 就是把头发呢 挂在房檐上 用针呢 扎大腿 为了不睡觉 那可真的是苦中苦啊 因为因为很很困嘛 你想睡觉嘛 不能让自己睡 为了考试嘛 还不能睡着 所以就拿 把头发挂起来 让头拼命的抬起来 用针扎大腿 哦 给自己 让自己腾醒 腾醒 到现在呢 有这个 有一句话叫 爱拼财会赢 对 他就说 暗示孩子们 哎呀 我拿青春赌明天呀 可是这明天又能如何呢 儿时的心头大患 就是完成作业 好像并没有因为我们长大成人 而放过我们 没有 没有 就是的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同学 叫展展啊 就我那个同学 他后来应聘到一个 著名的外企啊 刚进去的时候呢 他很荣幸了 不久就懵了 这个公司呢 他把工作切得太细了 每一名员工 只能专注于一个小环节 把他做到娴熟无比 然后这个展展呢 他主要负责的是接单 出货 然后他90%的工作 都在收发email 这么多时间 对对对 这些email呢 都像小时候的作业呀 发完一本 又发来一本 这个本子的高度 永远不变 那这个工作强度可真够大的 哎 展展自己都说 他有时候都弄不清 自己是人 还是机器 或者直接就是个机器人了 展展小时候作业写不完啊 他还可以哭 现在变成和电脑无缝链接的机器人呢 哎 简直是欲哭无泪啊 哎 这个欲哭无泪 还有点意思 啊 就是想哭都没有眼泪了 啊 那是得 一定是太累了吧 太苦了 太苦了 嗯 就像 这个就像微博上有段子说 小学的时候呀 人们总说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将来就考不上初中 等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呀 又有人跟我们说 你不好好学习 将来呀 你就考不上高中 对 等到了高中了 又有人跟我们说 你不好好学习 考不上大学的以后 嗯 是这样 等我们到了大学了 然后导员们又跟我们说 你不好好学习 将来呀 就找不到工作 哦 是是是 可是真等我们大学毕业了 去找工作 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就会问我们 你在学校的时候 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 这简直是 哎呀 这已经不是笑话了啊 对 这已经是现实了 我记着这个有2017年呀 陕西省 这个中考 有一个作文题目叫 会玩真好 真好 然后这个八万考生的妈妈 全都抓狂了 这才叫欲哭无泪呢 那肯定呀 他们的孩子光顾着学习啊 是啊 毕竟呢 在整个初中教育的时期啊 都在教孩子怎么抓紧时间 做题 学习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玩呀 去玩就等于去死呀 这么严重呀 等到考试的时候 忽然扔出这么一个题目 玩死你 对 今天呀 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我们把这个虎妈式教育的利语弊 第二部分的关键句子整理一下吧 好 这个第一句话呢 就是教育就是一棵树 摇动另外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 哎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 就是在讲素质教育的这个核心 他就是说呢 这个教育呀 就像这种很感性的啊 在传递啊 云与云之间的互相影响 树与树之间的互相推动 灵魂和灵魂之间的相互唤醒 对 就是老师去影响着自己的学生 对 它是一种薰陶 而不是一种摧残 是 嗯 那第二句话呢 是 如果学校已经变得和灵魂教育无关 只是个培训技术控的地方 那咱把孩子送到学校控去了 那我宁愿让孩子当个食材控 也不想让他当个写套路作文控 这个就是说呢 现在的学校只专注于培养孩子们去应付考试 应对考试 而不会去让孩子们去自主去做一个选择 而我这里的食材控和套路作文控呢 其实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了 对 食材控啊 就是我宁可吃好点 对 当一个 吃货 很会吃的吃货 我也不愿意去写这个应试考试的套路作文 对 这个套路作文是最没有意思的最虚伪的说的都是假话 为了考试而已 对 哎呀 第三句呢 叫 总有一种难 大多数妈妈都会狭路相逢 必无可避 就是永远会有别人家的孩子 你在意或不在意 他们都明晃晃的出力在那里 哎呀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啊 就是特指那种好优秀的孩子 一个标杆 哎大多数妈妈对这个都无可回避 没办法 总有比自己家孩子优秀的小孩 对 第四句呢 是小学时候呀 我们班有三类人 哦 一种是仙人 嗯 就是那种看各种高端怪书的奇葩 第二类呢 是玩人 这种人呢 会跳舞 会唱歌 会主持节目 会各种乐器 而且奥数好 英语好 钢琴呢 还八级 好厉害啊 对 还有另一种人呢 啥都没当 只好当一个井货 哇 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的 横数都是二 横数都二 因为他既没有那种看书 看各种奇怪书的脑子 嗯 也没有那些兴趣爱好 嗯 所以只能当一个井货 对对对 这个二的意思就是说是很放弃的意思啊 横数都放弃了 横数都放弃了 算了 嗯 第五句呢 是 一年机拼音验收 二年机古诗词验收 三年机查字典验收 四年机成语验收 五年机作文验收 全是验收 对 出现了这么多的验收 其实就是考试的意思啊 嗯 嗯 第六句呢 孩子的每一点错误都造成对娘亲心灵的一万点暴击 也就是说 呃 当妈妈的呢 对孩子们的每一次错误呢 都承受了都都会承受非常大的伤害 对 巨大的打击 巨大的打击 嗯 太在意了 考试成绩 呃 一点点考试错误都不能出啊 一点错误都不能出 承受不了 嗯 很脆弱 对 嗯 第七句是 还有一种不能承受的难 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 嗯 你的孩子不是那个天之骄子 哈哈 你的孩子不是那个 幸运的人 对 上帝眷顾的那个唯一的人 唯一的人他只有一个 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那一 唯一的一个呀 没错 嗯 第八句呢 是成绩就像股市一样 熊了还能再熊 难得见一次牛市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成绩啊 就像这个股市的波动一样 一会儿涨一会儿降 但是呢 成绩又不像股市一样 它的成绩是一直往下降 对 股市还能往上涨一涨 但是这个成绩啊 就连涨都不见涨 对这个地狱下面还有地狱 对 总有比你想象 总有你想象不到的低成绩 对对对 好可怜呀 对 第九句呢 就是我们在戏里面唱的诗里面写 古诗词里面经常有 这边香 那边香 其实香只是一个语气 注词 可以没有的 就是这边话题热腾腾的刚出口 那边呢 就给你冷冰冰的怼回来了 就这个意思 苦口婆心呢 就是好有耐心的意思 尴尬而不失礼貌呢 就是这个很讽刺的一种微笑 对 第十句是 要知道啊 孩子跟你聊天的前提 是你得绕开数不清的雷区 不要问穿没穿秋裤 不要在孩子脸色已经不好的情况下 还没眼色的打听考试成绩 哦 不要总追着一米八 一米八的大高个的儿子 问你吃饱了没 对对对 最重要的是聊啥都行 千万别讲道理 对呀 对呀 这个这一句话呢 其实就是在说家长和孩子们沟通的一个话题的选择 千万不要就是挑那种孩子 废话 对废话 还有就是孩子不想提及的话题 对对对 要注意的太多了 对 跟teenager沟通是很困难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对对 第十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是一个中国的这个俗语 意思是说吃过很多很多的苦呢 才能够成功 对 第十二句呢 是从古代的头悬梁 追赐古 到现代的爱拼才会赢 都在暗示孩子们 我拿青春赌明天 就是现在的教育啊 就是一直在拿这些古 从古到今的这些 让孩子们拼命学习 熬夜 然后才能够成功的这些话 来刺激着孩子们不断的熬夜 对 不断的学习 对 赌一个明天 赌一个明天 没错 是是是 哎呀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接着聊 虎妈教育的利语弊 我是肖瑶 我是马连 谢谢大家收听中文播客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是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411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 4114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4114